大家好 欢迎收看日更TV 加沙的卫生部门10月19日表示 以色列和哈马斯10月7日爆发冲突以来 最少有3785名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丧生 另外有12493人受伤 加沙的卫生部门发言人表示 在死者当中有1524名儿童和1000名妇女 另外也有44名医护人员在加沙地带丧生 4间医院停止服务 还有14项基本医疗服务需要停止运作 发言人表示 加沙的任何一间医院都没有药物的储备 他呼吁世界各国的社会加快向加沙提供援助 哈马斯就发表声明表示 在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密集凶杂当中 哈马斯政治局有一位唯一的女性成员死亡 至于以色列方面 自从哈马斯特集以色列以来 已经造成超过1400人丧生 以色列军方就说 目前至少有306名以色列士兵在这一场冲突中丧生 而在这场冲突中丧生的 达到28人 目前仍然有7个法国人下落不明 而印尼外交部长雷特洛就在星期四表示 严峻的局势令当局目前没办法撤离 仍然受困在加沙地带的10名印尼人 他就说 印尼政府每天都在进行疏散工作 但是由于情况仍然非常之困难 目前仍是没办法做进一步的疏散 他有透露当局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和中东地区国家的一些同行 讨论了疏散计划 并将会和仍然在加沙的印尼公民 保持紧密的联系 跟你 好 好 如 好 愿